麦克尔·杰克逊 麦克尔·杰克森 1958年8月29日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家里是出生 美国歌手、词曲创作人、舞蹈家、表演家、慈善家、音乐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慈善机构创办人 2009年6月25日 杰克逊辞世 享年50岁 2011年11月7日下午 杰克逊的私人医师莫里 过失杀人罪罪名成立 服刑四年监禁 Coco与麦克·杰克逊合影 Coco古灵精怪的打扮 很符合他的气质 在1999年 麦克尔·杰克逊在亚洲举办慈善演唱会 因为刘德华在亚洲的名声 于是向刘德华发出邀请做主要嘉宾 当时刘德华在机场见到了麦克尔·杰克逊 两人相视而笑 互相问好 在演唱会舞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在演唱会舞台上 刘德华唱了一起走过的日子等歌曲 刘德华的潇洒自如 使得韩国歌迷不断尖叫 在1987年 麦克尔·杰克逊到香港 当时引起轰动 麦克尔·杰克逊曾被邵义夫邀请 与王祖贤有过合影 王祖贤趁麦克尔·杰克逊没有巨星的架子 人很亲切 而麦克尔·杰克逊夸王祖贤漂亮 当时的麦克尔·杰克逊还在邵氏映城穿着古装戏服 这一罕见的照片被留了下来被歌迷们惊激乐道 香港红星梁佩玲很喜欢麦克尔·杰克逊 也与他有过合影 当时的麦克尔穿着古袍看上去很开心 这一张应该是最经典的合影了 都是全世界两大的明星 一个是功夫巨星 一个是世界巨星 不由得引起粉丝感叹